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特殊的综合格斗视频 一个四岁小女孩和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看看别人四五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想想我们那个时候在干什么 真的是天差地别 从这两个小朋友他们的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中国格斗的未来 好的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虽然说 她的身高比较低一些 然后她进攻还是比较积极的 小男孩是以她的绑带已经松了 然后这个小男孩她教练说 把她的绑带去掉 所以说这个教练 这个裁判也是把绑带去掉 去掉之后 然后他们两个再打比赛 小女孩 其实女孩他们就是 本来就是弱势群体 但是能够跟小男孩打比赛 也证明这个小女孩是非常的勇敢 好现在比赛继续 非常漂亮 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联系的拳法进攻 刚才一个小女孩起了一个腿 想用推法去进攻 两人换拳 注意自己头部的防护 正灯 好的 可以看到小女孩她是带着护具的 联系 被这个小男孩命中 进攻节奏要稍微快一些 上来我们可以看到小男孩 进攻比较积极 可以看到这个小女孩 她也是不甘示弱 连续的重拳 重拳把她给打倒 好的 很明显这个小女孩 她处于被动 非常被动 但是 她是不服输 不认输 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一个正灯 好的 正灯去控制距离 一个正灯 把小女孩给踹倒在地 也是迅速起身 好的 联系重拳 正灯 这个小男孩 她的攻势是比较猛一些 底下的观众也在为小女孩加油 这场比赛是自由搏击比赛 可以用拳 可以用腿 好的 现在比赛继续 这么小 就开始接受这个格斗训练 他就是我们中国搏击的未来 其实像我们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格斗选手 像李景亮还有张伟丽 他们就是为这些小朋友做了一些榜样 相信很多年之后 有些运动员他们会说看张伟丽的比赛 或者是其他综合格斗运动员的比赛 喜欢上格斗这样运动 肯定是会有的 好的 可以看到 两位小朋友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小女孩 她是稍微处于下风一些 好的 现在比赛时间到 好 谢谢大家